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8日 市跌了 一如所说的就是 过不了保力价通道的充足 都不用看是不是 跌了这么多 不用找银行去哪里 不用找地产去哪里 地产跌了这么多 银行呢 银行银行去到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找得到 上升的只有黄金和贵金属 原因很简单 忧虑通胀 那美国联邦处理屋说 通胀是一个暂时性的 那暂什么呢 将暂时没有日子 斩 你怎么不动 独护了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还是自己的 感谢观看